好 面对蔡碧如没有接到党内的尾牙通知 柯文哲今天则是说一定有通知的 可能是通知的比较慢一点 只不过是吃饭的小事情啊 结果变成了大家的热搜话题太奇怪了吧 过去柯文哲在犹豫是不是要阻挡的时候啊 其实呢传出就是蔡碧如自己跑到内政部去 拿的这个成立政党的申请书啊 而且还是代表民众党差一点选上立法委员的人耶 所以郭正亮就说了 这个尾牙的名单一般一定是由组织部来开的 除非有党内很有权力的人下令说 把这个名字给删掉 否则的话那组织部好大胆哦 有这么大的勇气 自己不发给蔡碧如邀请函吗 兵哥怎么看 老讲我觉得柯文哲每次都用这一招 好像想要把这个大事就画小事就画 我以为这样就可以闪过 怎么可能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这真的只是吃一顿饭而已吗 这是尾牙 是老板犒赏员工一年的辛劳的时候 你把他就轻描带起来变成一顿饭 那上新闻有什么好奇怪 因为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你看高嘉瑜去万里老家没去 不是一样上新闻 这件事有上新闻吗 对啊 这件事有上新闻啊 不然我怎么会知道 一样啊 没有 我去恭敬 但他是有事啊 人家是有事 而且他是有受到邀请 只是没有去而已啊 只是因为他另外有要事 蔡碧如是完全没受到邀请 你想想看这是怎么回事 老实讲你在选举的时候 柯文哲就已经不怎么帮他了 基本上都是卢秀燕在帮他 然后今天他是你们所有的区域立委 选的最漂亮的一个人 那照理来说他又是你的老搭档 甚至可以说是民众党之母 因为民众党是他一手协助创办出来的 虽然是有柯文哲的个人光环 但是他也功不可没 你要再来讲这顿尾牙 应该是要柯文哲亲自打电话 邀请他来 结果你连通电话也没打 邀请还也没有 连你下面一个小朋友 打个电话给他都没有 完全就把他忘记 这个你要说不是故意的 我一点都不相信 这摆明就是故意的嘛 就是不想找他嘛 不然的话我请教一下 陈婉慧也没去哦 可是陈婉慧说他有接到电话 只是他没有办法 他有事 如果连陈婉慧都可以接到邀请的话 为什么蔡壁如不行 为什么连邀请都没邀请蔡壁如 这绝对不是小事 这就表示现在 整个民众党的内斗已经台面化 那我们也都知道 民众党内斗很久 从选举的时候 我自己亲眼都已经看到 他们几次在内斗 那个时候民众党内部意见 一团混乱 有人说要这样 有人说要那样 柯PTV的事情也是非常清楚啊 当时民众党有一大堆的 不只蔡壁如哦 一大堆的区域立委都要求说 既然你都办了柯PTV 那你24小时一直重播 柯文哲的东西不是很无聊吗 你也可以放一些 其他这些区域立委 甚至介绍你们的 不分区立委也好啊 不行 就是要完全变成 柯文哲一个人的造神光怀 其他人碰都不能碰 请问一下这是谁的主意 柯文哲在竞选 柯文哲是在竞选 他其他的这些不分区 还有这些区域立委没在竞选 你们不是一个党吗 结果一个柯PTV 只能够给柯文哲一个人用 这象征了什么 这是谁的主意呢 那谁要刻意把它撇清呢 那像本来前一阵子 联合报不是报道 所以我传出 他们其实本来已经准备好 要全部投韩国瑜了 那为什么后来又变过 因为很简单 他们内部有一票人 听到说要投韩国瑜 就极力反对啊 就是不想投韩国瑜啊 那是谁 我想大家可想而知是谁 所以当一个党 一直这样分裂的时候 你党主席是干什么吃的 党主席就是要出来镇压他们啊 要把意见统合啊 要让大家口径一致啊 那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你当什么党主席 不就是这样吗 可是问题是柯P是一个最不负责任的人 你自己搞出来的政党 然后党现在乱成这个样子 你束手无策 然后还要粉饰太平 然后还撇清的一副跟你都无关一样 这个党是因为柯P一个人存在 但是如果柯P这样子的处理方式的话 我认为这个党很快就会分裂 搞不好很快就会泡沫化 黄珊珊被谢力公爆出 说她还拥有亲民党的党籍 因此是双重党籍 昨天民众党也拍板 必须要在立委就职日之前 放弃她的双重党籍 那么事后黄珊珊就发文呢 暗指说那些民众党的前同志 再做不实的恶意重商就要提告 黄珊珊是柯文哲的新妇 也是未来新国会的立法委员 不是本来就应该可接受公平吗 结果人家评论她 结果现在是要被告了吗 柯文哲选举时不是也主打 要把国家还给人民吗 但怎么现在连评论一个立法委员 有没有双重党籍的权力 难道都没有了吗 高委员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民众党选后的内斗 其实是越来越盛销成上 而且是公然的就不演了 那连一个尾牙都可以让媒体 这样大做文章 当然也跟选举过程中彼此的心结 或者是在斗争权力的角逐上面 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柯文哲一向就是放任底下的人 互斗互咬 而让柯文哲成为最大的得力者 因为看大家这样互斗互咬 互接长八 可能也是柯文哲另外一个乐趣 那他也觉得这个就是他的治下之道 让这样子的互相批斗 互相攻击的状况 那他就可以去掌握每个人 这个好像也是过去共产党 老共的一个做法 所以沿袭到现在的民众党 看起来这个传统依然是这样 所以谢立功从过去民众党秘书长 到现在不管是批评黄珊珊 批评陈志涵 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民众党的权力核心之外 那包括蔡壁卢 大家也是不胜唏嘘 因为过去他其实是长期以来 从台大医院一路跟着柯文哲 可以说是不离不弃 一直到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不管受到怎么样的责难 蔡壁卢永远都是挺身而出 护着柯文哲 那这一次当然在选举的过程中 看着这个心欢越来越多 但是旧爱一个一个远去 我想也会让柯文哲身边的人 其实也都看得很清楚 这个就是君王无情啦 也就是说对君王来讲 他现在最需要的 或者是他觉得 对他未来最有帮助的人 可能线下并不是蔡壁卢或是谢力公 而是这个后起之秀的 黄国昌跟黄珊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互相斗争 或者是互相批斗的辛仇旧恨 其实外界也都看得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内部的权力斗争跟角逐 跟亲疏远近 其实就是赤裸裸地展现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